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族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震动 来看今天的真实故事 爸爸 妈 你们不要不伤心 要小心身体 小蝶 警察那边究竟怎么说 警察那边查了事故原因 因为现在这部车老化 灵状坏了 才会失灵在落山崖 爸爸 妈 对不起 那天我突然间带了浪海车出去 如果当时我拦住他的话 下次就不会 小蝶 小蝶 不关你事的 要怪就怪我 我又没有本事换新车 舊车老化了 又没有拿去检查 才会 姐夫 其实都不关你事的 爸爸 妈妈 芬芬和罗罗走了 我也很难过 所以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这家屋租的 你知道的 车又废了 阿芬走了之后的遗产 就剩下银行卡里面的三万元 我拿了一万元出来跟他搞身后事 剩下这两万元 是你们两老的了 阿芬的遗物我已经打包好了 希望你们拿走了之后 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姐夫 为什么 姐姐和罗罗走了 你始终都是我姐夫的 小蝶 对不起 我不想捉紧伤情 我见到你们 我就会想起 纷纷同落落的了 我想努力摆脱 挂着他们的痛苦 阿爸 阿妈 请原谅我以后 照顾不了你们了 以后你们就好好照顾自己了 肥 你这个时候 我可以理解了 你笑点 我笑点 你去吧 我们走了 我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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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姐姐暂时都是姐姐和姐夫在赡养父母 如今姐姐去世 姐夫不再来往 小蝶只能独立担起照顾父母的重任 但刚刚大学毕业的小蝶还没有找到工作 姐姐留下的两万块很快花光 家里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峻 乌露偏逢连夜雨 领母因为伤心过度 心脏病发入院 治疗费用保守估计要十万块 一时间小蝶去哪儿找这么多钱 给母亲治病呢 就在小蝶到处找人借钱时 无意中从朋友那里 得知了一件令她震惊的事情 什么啊 你说我姐夫他 他准备买楼啊 他买楼 那什么时候的事来的 就前几天而已 他离我们张界看楼 不得出是你姐夫陈辉嘛 我就觉得奇怪了 你欠钱小时候不是他借 你看好像买楼了 借你十万有什么难 但是自从我姐姐过了身之后 我们再没有跟姐夫联系过 不过我妈病发之后呢 我有打了电话给她的 但是她说她连东西都没找到做 没钱了 接着就收了我们了 不过你妈妈对她外母 会不会见死不救的 姐夫 姐夫 小蝶 我不是叫了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吗 姐夫 不是迫不得已 我都不会来找你的 但是我妈妈真是很差这十万元救命 你看我姐姐份上帮一下我们好吗 你不要再提你姐姐了 我在电话跟你说了 我没有那么多钱的 你有的 你有钱买楼 为什么不可以借十万元给我们 谁说我有钱买楼的 我朋友文文在地产中介做的 他看到你在那里看楼 他肯定认错人 他不会认错的 不然我叫他过来跟你对责 哈利 OK 其实那天呢 我是跟朋友去买楼 我哪有那么多钱买楼 自从你姐姐死了之后 她才留一万元给我 我现在还没找到工作 我连吃饭也成问题 那这样吧 既然亲戚一场 这两百元 你拿回去当是小小心意 其他我帮不了你了 这天呢 再来你 给云里面 若一样 那你认识 你死定了 你也坚言 你给云里面 你给云里面 你就死定了 我要自己的 我给云里面 你快去 你ر Davids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啊 没有啊 是不是我姐姐有一百万的证据 你快点让我看看 不要啊 让我看看 也不是啊 这是我的私密文件 是不可以随便让人看的 是吗 走啊 不行 你不要走 你不让我看看 不先走啊 放开 不要啊 哦 陈辉 我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我姐姐走了之后 你和我们结清关系 原来你为了这件事 没有啊 这些和你家没关系的 当然有关系啦 阿爸 你看清楚啊 原来姐姐还留下了这件事 那个人是陈辉啊 还一直瞒着我们 想到你姐姐死之前 还买了一百万的保险单啊 受益人是落落啊 灵妇看着女儿生前买下的百万保单 不明白这份受益人 为乐乐的保单 与她没有什么关系 小爹告诉父亲 既然受益人是乐乐 而现在乐乐已经去世 那么姐姐的保险金 自然成为她的遗产 作为父母 他们有权分到 这一百万里的三分之二 这些钱 是你姐姐和乐乐 拿命换回来的 幸好 还可以帮你妈妈一边 你姐姐在天之灵 都可以安息了 林小爹 是陈辉啊 她竟然还敢追黎 开门啊 林小爹你都不分了 就报警了 林小爹你还要给我保险单 你一直想读吞我姐姐的保险金 我才不会给你 什么读吞啊 老实跟你们说 这份保险单里面的钱 你一分钱都没得分的 由此至当属于我一个 你胡说 这份保险单是我姐姐的 现在我姐姐走了 走一人落落又不在 作为我姐姐遗产 我爸和我妈又结婚了三分之二 有成六十六万多 你最多只有三十三万多 我不跟你吵 就说我给你一些东西看 看你做什么好说 看看吧 人家是什么 你老花看不到吧 我读给你听 按照计成法 死亡人 都有各自的承计人 如几个死亡人 背份不同 推定长辈先死亡 就是说 推定阿芬先死亡 而我是落落唯一的继承人 所以这一百万 由始至终 都是属于我一个 没可能的 我不信 都不知道是你自己乱作的 法律规定 白字黑字 哪有假的 又或者你自己去查 或者找律师问 你快点赶回我 要不然我会告你们 爸爸 怎算我差很多钱 当然了 我们先去查一查钱 好吗 法律真的这么规定 难道我们真是一分钱拿不到 Silly Silly 爸爸干什么 刚刚医院来电话 说你妈的病有家重了 不是吧 那我们快点去医院 没有遇到 没有了 准备 那里 你给我 不 对 根据你讲这种情况 其实你父母应该是可以分到钱的 律师的话让小蝶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而此时陈辉已经去了保险公司拿钱了 小蝶还来得及帮父母要回保险金吗 陈沙 毕竟这些流程我们一定要走的 不是你说想怎样就怎样 至于这个受益人那边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到时再给他答复你 还调查什么呢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都说了我老婆只有我一个亲人 她无父母无母 所以整个人只有我一个 陈辉 你胡说什么 谁说我姐姐没有亲人的 林小蝶你为什么会在这 陈辉 你不要以为你骗了我们 就要独吞我姐姐的保险金 你姐姐的保险金 你老婆老母是没有份的 谁说没有份的 陈辉 你不用再拿那些计程法来困我们 今天我请了律师过来 叶律师会帮我老婆老母 拿回应得的钱的 我这个想法的身体 我就是诶行所器人 我这事就要导致 在最后的病检察 你那天 那我告诉你 又我就是 184 对 我观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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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了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殺了他兩個 一開始我沒有想殺他 我知道他出軌 我都沒有揭穿他 誰知他為了男人要和我離婚 你看到吧 買保險受益人只寫野仔的名字 他根本心裡沒有我 我殺了他和野仔 好過讓他和男人逍遙快活 你瘋了 你要犯人殺人 拿到兩條人命來的 為何可以這麼貧心 為何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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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看似是意外的車禍 原來是陳徽精心策劃的一個陰謀 陳徽為了錢 竟然是在自己老母車上做了手腳 導致老婆跟孩子雙雙身亡 陳徽罪該何當 好狠的 陳徽他這個行為 他首先是為了騙取保險金 然後就在老婆的車子上做手腳 把老婆跟孩子一起給害死了 這種行為他其實觸犯兩個罪名 一個叫保險詐騙罪 因為他主觀的目的是要騙取保險金 但是他的一個手段卻是在汽車上做手腳 並且導致兩人死亡 這又構成另外一個犯罪 叫故意殺人罪 在我們刑法上面 把這種行為稱之為禁合犯 也就是說他做了一個行為 卻觸犯兩個罪名 但其中我們必須只能是 以其中一個重罪來處斷 也就是故意殺人罪 所以這個案件 最後還是應該以故意殺人罪來處斷 為了錢 對自己的太太和孩子 做出這樣下這樣的毒手 這個人就兩個字 人渣 他不死誰要死 好了看故事變法裡 感謝收看今天的真實故事 明天見 明天見 一句說詞 或許以禍從口出 一些行為可能已逾越維持 關注社會生活中的法治盲點 全是百姓行為中的人情勿虛 廣東本土第一檔法治欄目劇 TVS1 真實故事 TVS1 真實故事